我记得后来Selina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几个重点 那我也来问问你 第一个就是说她说你会经常会以死相逼 没有 不要受到病症哦 来 有这件事吗 我的印象里面大概只有一次是提到有这个字眼 但是那个字眼讲法不是说我要用这个逼 而是有一次是真的吵到 就前期的时候 我难过到大哭 然后我跟她讲说 你知道我为了这段感情付出的真的是所有了 我真的给出所有我可以给的 至少圣美姐知道的 至少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所有一切 我可以给我的资源 我可以给的我尽量付出的 我没有我没有要讲它不好 我只是在讲我付出了什么 然后我真的很难过 我真的不知道也许如果结束的话 我会我会我会不会活不下去之类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并没有说什么要分手我就去怎样 不是不是这种口气 所以那次讲完之后 而且那是很早之前的 然后那次讲完之后就 后来她看我那么难过 她也觉得于心不忍 因为那次她也没有讲到说 没有像这次讲的这么的 就是要分就没有 就结束 所以我不认为有所谓的用生命去比 或者是情乐 然后刚刚有人讲到说 什么提分了二十几次 其实她提所谓退回朋友这件事 也提了不少次 那对我来讲就是 一个两个人在磨合的过程里面 总是会考虑到说 我们这么不合 要不要就算了 对所以你要真的认真讲是 生气的时候说那就算了 那生气我不要我们分手 我也许有讲过 我有讲过几次 但你说什么用二十几次去伤害她 我就是真的觉得没有 因为我她记性很好 然后我是不记这种事情 所以她会记说有几次有几次 我都OK我都接受 但我不太能够接受说 我是用什么以死相逼 或者是不断用这个在伤害她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过 那到底这个金钱方面是怎么回事 做个澄清 但是我觉得 我能够理解佩正她的文章里面 想表达的是什么 她想表达的是 她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 并且她要抚养她的小朋友 所以她赚钱 没错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 误解了什么 因为基本上 我们两个人之间出去 不管是看电影吃饭 或者是带小朋友去玩 大概九成都是我出钱的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然后佩正的意思应该是在讲说 她自己赚她自己的钱 她自己付她自己的房贷 跟车贷 所以她觉得她经济很独立 没有造成我的负担 因为她想的可能是说 如果是跟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经济能力强的男人在一起的话 或许那个男人得要去帮她分担这个部分 但跟我在一起就是 我尽量做到我能做到的 所以包括就所有吃饭的钱 或什么生活 日常生活的钱 我大部分是我支出的 那她支出她的部分 我就不知道 所以最多就是她上面写的那个那一张 我已经退费的月票 我钱有退给她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两天还是有跟她有联络 就是退费 可能如果你们没有追上佩正那篇文章 因为佩正也有提到 她就说 因为 H跟佩正 九成初前不伟大 九成初前很伟大 我没有要讲 我没有要讲什么伟不伟大 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 可以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偏激 就是 我只是想要厘清一些事情 先讲先赢吗 没完没了 讲不停 SH 你故意的哦 好累 因为他们这一对CP就叫SH 都行都行都行 好啦 好啦 都可以啦都可以 H评论过汪小菲是想当爷们 但是本质上做不到 所以反复发作 你有你有 因为经过这一波 大家还是可能在主观上 会觉得 你也有点爷们的 我没有想当爷们啊 但是 我就讲啊 我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可以 讲出来 我可能现在赚不到十万块 一个月 那我可以支付台北房租 我可以支付 我跟她的餐费 我能付多少 我付多少 但这不叫我想当爷们 就是我认为 我在跟她生活 我可以支付的钱 就这样子而已啊 你听过几对夫妻 几对情侣 在交往或结婚的过程里面 不提离婚 不提分手的 这一辈子 这五年 这十年 这二十年 他们都不提 然后都好好的 还是你听到的大部分 九成九以上都是 提的分手 复合 提的离婚 没离 到底哪一个比较多 我不是神 我想强调 我不是神 所以 我对 我想包容 但我没做到 我很爱他 我在生气的时候 我讲了 对 我就好像不适合 算了 但是我很爱他 我想要包容 但我没做到 我不是神 我承认啊 我承认啊 所以你要这样批我 我OK 但我就讲 你告诉我 你见过哪一对夫妻是 哇 完全都不谈 分手 完全不谈离婚 我没问题 如果你觉得大部分人 都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们都是神 我就是很一般的人 就这样 而且的确啦 H是很重感情的人 看得出来 他对感情很放不下 这也是我们这些朋友 就是比较担心的一个部分 就是 谁在感情里面不受伤啊 但他可能受的伤 就会比较深 不过我知道 我这样讲 可能有一些网友 也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他们觉得 其实女方也受了蛮大的伤 可是呢 好 也有人说 巨鹰一直逃拍啦 不可能啦 你们 到底要逃怎么拍 我说真话 你们有 这边有人在拍吗 我说实话 是在打我而已 把人拍 怎么拍个屁啊 还说什么不敢呛 没什么不敢呛的啊 不错 我喜欢你这样 到底有什么 好不敢呛 是你们不敢呛 你们敢有尬词的话 你到我面前来跟我呛啊 我说实话是真话嘛